提到这马盖仙相信会勾起许多五六年级生的许多回忆 而最近一个呢 这马盖仙在2012年拍的微电影广告 又在网路上掀起了讨论热潮 现年64岁主角理查迪安德森 对于说这个马盖仙能够红这么久 他也觉得相当压抑 听到百战天龙马盖仙的主题音乐 相信立刻勾起不少人的回忆 当年的马盖仙神经百战 极致过人的形象轰动大街小巷 如今已经60多岁的马盖仙 头发花白 变成一位身材为胖的阿公 马盖仙拍的微电影汽车广告 还嘲讽他的老卖 但是在广告中 马盖仙依然冒险犯难 另微不乱 广告依旧让马盖仙改装小道具 发挥马盖仙的常才 不过广告最重要还是要表现商品 马盖仙虽然老当益壮 但也得提到厉害的车子 马盖仙对于自己至今 依旧受欢迎的程度 屡屡感到差异 马盖仙虽然是传奇 连主角都觉得很神奇 记者何瑞珠 综合报导